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 我最近接了一个剧本 你来听我聊聊 谷歌剧本的事我难懂 听着 在多年以前 剧中的男主和网友的身份 与女主相遇了 但是由于各种意外 他们又断了联系 女孩子心里还有那个网友 现在电视剧都喜欢这么演啊 但是很多年以后 他们又在阴差阳错下相遇了 女孩心里还惦记着那个网友 但是她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就是那个网友 什么 你就是时辰要找的那个网友 你怎么知道 这么明显 谁不知道吧 反正你每次找我不就是聊时辰那点事吗 那正好 我问你啊 你说我要不要告诉时辰 我就是F 肯定要告诉呀 你想想 时辰找了多年的爱人 回头发现是自己的偶像 时辰知道一定开心思了 可他喜欢的是F 不是我呀 可是你不就是F吗 我是F 但对于时辰来说 F跟孤兰是两个人啊 那你告诉他吧 他喜欢的是F 这样一来 他就有可能对F的情感 加到我的身上 你不就是F吗 这对于时辰来说 F跟孤兰是两个人啊 那你到底要怎样 我的天啊 这杯子有什么想法» 这杯子有什么想法 我睡觉 你会给我看 你干什么 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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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觉 你睡觉 对乐器的劲骨 挖掘一切音乐的可能性 我们这次的项目是乐器挑战 选手们将从乐器库中 随机选取乐器 在规定时间内学习演奏 最终完成舞台演绎 本乐器库中 所有的乐器均为 删去而同投票选出的 最想学习乐器 所以选手们最终的舞台风采 将会通过视频的方式 发送给他们 激励他们追逐梦想 一往直前 反正除了骨都是一脚步的 光脚不怕穿鞋 出什么的舞台 是波浪鼓 我们的鼓手夏时诚 抽到的是波浪鼓 相信夏时诚 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错 节奏不对 错错错 你小脑是有故障吗 我教你多少遍了 怎么连个节奏都不会掌握 对不起 这鼓的落差太大 我一时适应不了 你 你这是 你这么笨 我自己冷静一下 糟糕 我已经克制不住这心跳了 F对不起 我可能又 继续摇 继续摇 对 对 就是这个节奏 演示出高途了 每当你觉得难的时候 就是进步的时候 我为你加油哦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波浪鼓比较难 还是鼓岚比较难呢 他要是有你这么温柔就好了 对了 明天下午三点 我在你公司附近 刚好有点时间 我们 见面吧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嘀咕什么呢 明天下午三点 迟到一分钟 都别再让我叫你 是 你会选择哪边呢 F对不起了 都能学会了 一定打鼓给你听 完了 完了 这就是心里同事 想着两个人的惩罚吗 我忏悔 要是只能选一个的话 我忏悔 过来 你不是在练习吗 约我来这种地方干嘛 我约的你 这条信息 不是你留给我的吗 可我身边没有手机啊 没信号 完了 是心境 法治社会了 总不会有人 真的像演电影那样 绑架的吧 估计又是节目组 整的伙伴 偏偏去这个时候 开什么玩笑 哪有节目组 敢整我的呀 这没几天就要上台比赛 来这个时候找不到人 这话该我问你 新系合约 现在等着顾兰签字 差人呢 这情目组一点签索都不改 我们要怎么解开这段运势啊 我们要怎么解开这段运势啊 这情目组一点签索都不改 这情目组一点签索都不改 我们要怎么解开这段运势啊 去吧 再这么下去 我都要饿死了 就算这真的是 节目组的整个安排 那在这个房间的某处 应该藏着摄像头在对 可我们现在 全部找遍了 走 那怎么越来越像电影里绑架的桥转了 主动分享给你 今晚我们出不去了 去床上吧 这什么剧情啊 你明天要上台演出 千万不能动坏了 你现在跟我躺在一起 你不怕你心里的那个网友吃醋吗 我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 我上次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我 F跟我 你选谁 你怎么知道他叫F 我孙家 你不可能 你爱你 我能和你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